大家好,我是追尹,今天剧场面的圈黄灵尔凤云赛707版的时候,你说这次就镇天成对着愤怒哥非烟枕打空 诶,这次给了对手的BC机会,现在开启一套超杀带入 愤怒哥的这个打法也是非常完美啊,一套连招要了对手60%的血 他后面现在发现能不能隐藏,呃,又被熬一个BC 直接升龙开BC,然后再给超杀,镇天成看来真的是碰到鹰茶子了哟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局的,第二局看镇天成第二个角色 我们来看到的威斯出场,来看威斯这局怎么样 跳地立向滑步,没有偷到,然后跳地风格压一下子,立向过去再揪 后面再的前冲闪身,再抓一次,一脚踢到,对手也是一脚踢开 威斯一个闪身,闪身,哎,前冲后后,点刀腿收割,没有打到 想抓没有抓住,现在威斯,哎,现在库拉再开一个BC 轻手摸,轻脚踢,后面轻脚踢位开一个兵 哎,威斯到底该怎么办,闪身一下,不了还是被轻脚踢到 接着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呢,下一场看镇天成离草,这个就不得不防了 这个角色看库拉是冰火两重天 哎,小青腿,翻摇,生龙超杀 呃,愤怒哥虽然连招不是很多,但是下手都是特别狠啊 大雪都特别多,奈洛倒地,然后青腿又被点到 再来一个必杀,哇,今天镇天成要被残忍穿三了吗 看离草又一个大圣龙,哇,幸亏这个库拉没缺乏 现在库拉开启了他的,这个爆发模式啊 逆天模式了有点 但是不料还是中了一发隐藏,临时 结束战斗,接着来看第四场 第四场愤怒哥他第二个角色啊,来看他的塞斯出场 哎,后后给低波 前跳奈洛,赛斯该怎么玩这次 掉起来再开一个低波 前冲以后前金腿 哎,开BC,奈洛,点不到 然后重腿再开个BC,青腿点一个下盘,奈洛让他倒地 下盘两点,开BC,开了 气手感BC,出了上天 最后给一发大蛇剃 哎,中间又开一次BC 双BC是战天成的花式玩法啊 圣龙确认大蛇剃 哎,后退一下,再跳中腿 后面跟上一个BC,再开 战天成总是想这样滴血翻盘啊 看这次能不能成功,他真的成功了 又一发隐藏啊 简直就是火力全开了嘛,这一次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局 愤怒哥最后一个角色 如果这样也被翻的话 愤怒哥下一局该怎么打 才能他的大势一去啊 地伯 一点血的战天成才是最可怕的 给一个地伯先 活活给地伯 前冲之后再刺 连刺 继续烧 草坪还有机会 闪神 前冲给地伯 后面跟上一个 地伯 又被刺了 哇 地伯 再入一个烧 后面再次前冲烧 哎呀,又被刺到一次啊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场 再给大家来一场抢二啊 让大家 过一下瘾这次 下一局 看战天成怎么选人 一眼是三位 就看他的运气了 能选出来 李草山的主力 那真的是 运气爆棚 哇 这次 有一个K有草屁 哇 这次运气是超好的 对愤怒哥来说 这是一个恶毫 我们紧接着进入到下一场 飞翔脚 你下 先要点杀 开BC 上一场 愤怒哥拿下一分 我们来看这一局 战天成能不能成功复仇 一脚踢到飞翔脚 跳起来 周下不良点 开BC 开超杀 再入一趟 愤怒哥已经连胜两场了 这个战天成有点难打呀 哎 跳 后车 咕噜 铁球 前冲车 再来个铁球 琢磨飞翔脚的这机尿倒 然后再来个洪凯破防 这又是一个套路啊 直接 一拳怼到 再打就开始破防了 接着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愤怒哥 他的克拉克 这一局战天成真的要复仇了 哎 开启了精准打击模式 跳地被封 后面前跳一个CD 哎 轻手摸 CD倒地 跳起来 牙齿 反边 想抓 他真的抓了 一个直灵头将它抓住60%的血 但是琢磨还有机会 现在他会近身开一个隐藏吗 我们来看他会不会 哎 开BC BC失误 后没有跟上后面的招式 一个BC 最后CD 后后飞翔脚 没有连住 两点之后 对手闪身 哎 前冲一下子 再踢脚 结束战斗 接着看下一局 用拳脚上的功夫 拿下琢磨 现在来看这个草屁精 这个草屁精就不得不防了 还有K 都是战天成用的比较好的角色 呃 你看远距离点青脚 点BC 耐尔洛 然后搞到反神位再连 哇 秀翻了 秀翻了 最后一发大蛇屁 这招的难度系数也是相当高的 不能百分之百都能这样打出来成功的 接着看下一场 下一场和愤怒哥特的牙点呢 哎 后车 对战天来说 现在连招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满足他的是要秀连招 哎 圣龙奥BC 圣龙取消 其实如果敢给 哎 连续的链铁 板边给大蛇屁了没有 板边给圣龙 没有确认出来大蛇屁 现在看后面再上一个毒了图 请随点他一下 哎呀 点那也是下盘两点直接开隐藏 失误 BC再入 光耀都要结束战斗 呃 现在比分来到了1比1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场 今天打的是异常的精彩 第三场双方看涮出什么角色 第三场特瑞 板翅梁还有微谱 微谱姐姐 下面来看 库拉 库拉 库拉对微谱开场 哎 后跳一下 建功生龙 首先生龙就开兵了 开BC 前轻手特殊机 然后给一套取消 本兵给超杀 让屏幕变一下颜色 清爽一下 我最后还可以再结兵 这又是一个新套路 开上一枪 哎 跳 看库拉后面该怎么操作 把攻击还搞一下 然后后后出波 跳C BC 没有连住 直接出隐藏了 哇 这个是打不到的 被定一下 最后看 微谱还会不会再开一个隐藏 跳C 勾腿 一点血 哎 勾腿破防 没有甩到 哎 这一脚居然没有踢到 裸大 裸大将得搞死 也是急了 这个 这个库拉 接着看下一场的 下一场 看板气凉 这个黑板气凉呀 因为裸大了 现在还他一招 双方扯平 继续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 啊 白衣安迪 这个安迪成绿变白啊 成白变绿 然后洗白了 哎 别跳 升龙 对空 然后点一个BC 闪一下 骗队的手招 砍刀手 撂倒之后 再来砍刀手 破防了 开BC 但是 这个时候有点大呀 可能会被安迪来一个隐藏 中间还开了一发BC 反边 对一下 出隐藏 反弹 一点血 打击头 想套路一下 但是对手并没有中招 再引拳开BC 哎 对手也没有 也没有凹到 反而被搞了一发 龙虎乱舞 各种招式在愤怒哥身上 是使不出来了 接着看第四局 看战定中的最后一个角色了 因为比分已经来到了1比1 这场至关重要 选中 CB 哎 小游丽看怎么打 不料费头一下 后面再跟上一个砍刀手 开BC 游丽又是一个影跳 中拳开BC 一脚踢到开BC 哇 一脚踢到之后给一发隐藏剂 给一发这个取消剂结束了 好继续进入到下一场 来看愤怒哥的特瑞 能能冲拳被打 然后中拳掏还是被投 特瑞枪打一个面向 最后闪出 中拳掏 两点之后BC没有 能能冲拳 没有打到 奈尔洛 进攻 中手 掏不到 不得还有机会 中拳继续掏一下子 哦 又一个地步 全冲 能能冲拳 点还是点不到 游丽又是连续跳地 怼过来 中手摸BC下方两点 一个闪生 游丽那就再怼一下 出波咯 能冲拳咯 地步咯 哎 哎 连续的这样出啊 你看 很犀利哦 所以实体走一下子 又是拳绝上的功夫 这一局战定诚意识 非常想赢 至关重要 这一局 前跑 哎 特瑞在赌时间 完了 哇 愤怒地杀了过去 一个隐藏 但是没有时间了 看 看得出来 战定是非常急躁了 这一局